这是满状态的明月公主 与天门门主月龙轩的终极一战 明月神宫与天池阴阳手 究竟哪种武功更胜一筹 就在刚刚 月龙轩带人杀入精英堡 见到了昏迷不醒的明月公主 明月公主在长春的治疗下 本该在一天前醒来 可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到如今还未清醒过来 我先送明月去陪夜千兆 再送你们上路 你们快带公主走 长春上前死死抱住月龙轩的双腿 要紫烟等人带着明月公主离开 月龙轩念露不屑之色 运起魅力就要一掌打死长春 不曾想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势开始复苏 成功吸引了月龙轩的注意力 你没事吧 经过三七二十一天的治疗 那个不可一世的明月公主 终于恢复武功再次上线 月龙轩 我们之间该有的了断 明月公主和月龙轩两人 先后飞出草棚展开对决 作为本剧的两大战利天花板 当一出手就将特效拉满 随意一击便能引发大爆炸 让紫烟等人只能远处观看 生怕被两人交手的余威波及 到时候恐怕不死也会中伤 眼见明月公主用出了明月神功 月龙轩丝毫不敢大意 全力运转起了天池阴阳手 以明月公主展开了内力的比拼 在僵持片刻后 月龙轩率先发力将明月公主打了一个亮枪 明月公主同样不甘示弱 一击将月龙轩击退了数步 月龙轩一向小心谨慎 他摸不清明月公主的虚实 选择先行离开再做打算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明月公主根本就是强弩之末 双眼一臂瘫倒了下去 长春前去查看明月公主的情况 发现明月公主已经回天乏术 长春不愿意接受现实 大吵着要重新将明月公主治好 可惜明月公主全身经脉禁断 就是话陀在世也无能为力 幸运的是 明月公主恢复记忆的同时 也保留了小兰的性格 她在临死前大胆地向长春表白 说出她早就喜欢上了长春 只是碍于她的身份和自尊 不能对长春表达爱意 要是她早点释放自己 或许就不会留下如此多的遗憾 画面一转 兵大娘回到了精英宝 见到了满地尸体血流成河 小鱼的养父与老大 成为了精英宝少有的幸存者之一 兵大娘从学与口中 得知明月公主战死 长春悲痛欲绝如同失了魂 非要守在明月公主的坟前 陪着明月公主一生一世 而华山派的大师兄剑批 也发现了精英宝宝主叶天赵的尸体 这下子正派武林死伤惨重 再也无法凝聚力量对抗天门 月龙虚那个老婆头 一天不当盟主 他就一天不会罢生 看来 这里是待不住的 可是长马该怎么办 他死都不肯离开明月公主坟前半步 作为目前的最高战力 冰大娘提出了意见 她认为长春守在后山 不参与武林纷争反而更加安全 至于他们一行人 则需要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地 子燕认为邪恶灵有天然的屏障 月龙虚应该会有所忌惮 他们可以在邪恶灵修整 再寻找一些武林民宿 集合力量对付月龙虚 冰大娘认为言之有理 启程前往了邪恶灵 与此同时 月龙虚杀死明月公主和夜天赵 让整个武林未知打寒 堂堂正道的三大门派 竟然见风使舵投靠了天门 此时的月龙虚意气风发 出言夸奖起了三大门派 稳定了三大门派的人心 其余的小帮小派见状 纷纷争先恐后向天门投诚 天门的势力空前膨胀 基本上达到了一同武林的目的 我月龙虚在此要再次的承诺 有天门一日 有我月龙虚 一日 江湖上就不会再有纷争 大家一定可以和平苟存 外国外国 哈哈哈哈